亲爱的同工大家平安 大家晚安早安 我们正在看一本很特别如果不是很怪的 西方的名著就是几本 英国启蒙时期的思想家 所写的罗马帝国衰王史 我们今天看第七章 第七章的章题中文 叫做帝国的瓦解 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真正就是这个书名的一个最好的农书版 第三世纪的维基 有时候被称为维基高潮时候的皇帝 我背后这些的名字就是代表了 当时候几个很重要的罗马的皇帝 但是我们回头来看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问了 到底这一些是距离我们差不多2000年的历史 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如果很粗略的来比较 到底罗马帝国和中国历史 或者我不知道怎么叫中国的朝代 比较一下有什么特别呢 那很明显的 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很粗糙的观察 譬如中国的朝代是世袭的 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特点 所以讲个笑话 如果是中国的历史来讲 很多人都说什么叫做汉朝 就是全部的人帮姓刘的人打工 叫做汉朝 什么叫唐朝 宋朝是什么 赵家人 这个是很特别的名称 跟着明朝更厉害了 全部的人就帮猪来打工 那中国是家天下 但在罗马帝国来讲 不管是哪一个时期 大家可以发现 罗马的皇帝 绝少是世袭的 而经常整个罗马帝国 所出现的是不断的连绵的战争 而且到了第三世纪 很多这些所谓的罗马皇帝 你看后面二三八年 二三八年 在位只有一年就被刺杀 军队背叛 因此整个罗马帝国的这个发展 跟中国的朝代有明显的不同 相比来讲 中国的朝代有一点可以对比于英国的皇朝了 英国的皇朝也是世袭制的 因此我们有查理事一世 查理事二世 这种的世袭的血统的关系 是很明显是英国和中国历史的特点 而罗马帝国有很多的 很特别的地方是我们在中国和英国历史找不到 比如罗马帝国 这个罗马就是罗马城 我们几乎找不到有任何的历史 是以一座城作为那个帝国的虚纽 帝国的中心和中央 中国朝代大家都知道 北京是一个相当晚期的首都 京都 而中国朝代历代以来都有迁都的历史 而中国并没有一个主要的城市 可以代表了是整个帝国的中心 是西安吗 还是一些更加古老的首都 是北京吗 还是南京 但在罗马帝国的特点 就是罗马永远是首都 而且这个罗马帝国的版图是直到英国 并且最主要的是在非洲 我们今天看的几个海撒都是喜欢 甚至住在非洲 就变了非洲当时是一个主要的重要的文化的版图 那我们这样比较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明白 如果很笼统的说 我们不管是西方的古代 还是中国的古代 都是帝国 这个是个很粗糙的讲法 而且帝国有不同的形式 中国的帝国或者朝代 不是罗马的帝国 而罗马的帝国的形式是没有出现在 中国的历史当中 我们找不到这种连连上千年 有几百位的凯撒所组成的 他们不单止不是世袭制 并且他们是世代为仇的 经常是一个凯撒刺杀上一位的凯撒 而这种的情况 我们找不到有任何历史的 可以相比的例子 因此我们到了现代了 我们就发现我们所讲的国家 在中文里面也没有对称的 国家是英文这几个字 是country, nation, state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英文字 你发觉不能够有对等 总之在中世纪的时候 我们古代到中世纪的时候 我们找不到甚至跟我们现代 我们最习以为常的 叫做国家这个概念能够有对等 而在西方就有一个更加明确的 政治学的名称 叫做Nation, state 勉强翻译可以叫做民族国家 于是我们什么叫现代呢 难怪主要的德国社会学家 马克思韦伯就说 其实整个现代性 不只是科学革命 科技蒸汽机的发明 甚至不是所谓强调理性主义 启蒙时期 其中一个我们很少注意到的 就是现代这个世界的产生 叫做The birth of nation state 就是一个现代国家的产生 这个现代的国家 不同于罗马帝国 因为它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 所以就有德国、法国 并且它是有一个state 它有个政权 它不是皇权 如果在罗马的时候 很明显的 并没有所谓政府 没有state 没有政权的 而这个整个罗马帝国 都是围绕着元老院的 和那位孤独孤单的凯撒 从这来讲 我们可以说 难怪整个西方 从东谷到名存实亡的 这种神圣罗马帝国 过渡到现代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特别是从宗教改革运动 到启蒙运动 跟着有大大小小不同的 宗教战争跟民族战争 于是产生了民族主义 中国相对来讲 并没有出现西方这种民族主义 当然我们可以争论 到底这个汉 每一个中国的历史 是不是汉人的朝代 那明显到元代 就出现一个很特别的问题了 清朝的时候 也是有这个问题 还有什么叫代 什么叫朝呢 为什么是元代 元朝 清朝 但有时候我们叫元代 一代 这个就是表明了 中国的历史里面 经常出现的 其实有些历史学家说 不是元人征服了中国 是这个古代的帝国 汉化了元朝 清朝也有类似的情况 虽然满清人有很坚硬的文化的 科兴 因此我们看不见 最后 最后我们仍然找到很明显的满清文化的源流 但在罗马呢 罗马帝国是将整个当时候的地中海来拉一定化 而且是多种数的国家 从来没有一个纯意大利的罗马帝国 因此我们从这里来看呢 我们发觉中西文化 甚至西西文化 西方的文化跟古代的西方 跟现代的西方 都有明显的不对称 我们如果很粗糙来讲 这个是不是叫做典范转移呢 它是paradigm shift 它不是典范的更替 它不是paradigm switch 它不是开灯关灯的 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是慢慢的渐变的 incremental 慢慢的渐变的 但是当最后的改变的时候 的确会给人家一个突变的感觉 突然之间终于革命爆发了 但是其实革命从来不是一夜之间的 是经过漫长的过程 最后到一个引爆点 并且大家要记住 法国的托克韦尔讲过 革命的爆发经常不是在最大的压力底下 是在这个压力开始松弛的时候 革命就爆发了 所以今天来讲 我们看这个罗马帝国衰亡史 给我们很多举一反三的反思 主要的目的 我相信仍然是 这个正本清源 仍然是一个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从古代的历史 我们要反思何为现代 而且我们从罗马帝国 我们要反思 什么叫做西方的文明或者文化 这个是一个文化的反思 我绝对不敢自称是历史家 所以我对罗马的历史也不是这么熟 我只是在搬门弄斧 我是门外汉 所以大家要小心 可能有时候我讲的年代 历史的名称都会搞乱的 请大家多多包容 我们今天来讲 我们看整个第三世纪叫做危机的高峰 这个是不得了 你看看这些当时候第三世纪的凯撒 全部暗杀 暗杀阵王 暗杀 暗杀阵王 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年代 而且经常在很多凯撒统治只有一年 很多连一年都没有 可能只有三个月就完蛋了 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到有任何的连贯性 它是一个好像我们今天所讲的无政府主义 不过大家记住啊 其实我们并没有一种真正的无政府主义 首先罗马帝国是没有政府的 没有公务员的 第二呢 因为全部人都是像凯撒效忠 所以没有我们现代的政府 并且呢 他们 真的它不是一个很明显的有连贯性的历史 但这个真正就是这个第三世纪一方面令人很迷糊 但另外一方面呢 它驱使我们真的要仔细的去分析 去看各种的来龙去末 我们这里出现的第一个是叫做野蛮人 Barbarian 圣经叫做化外人的凯撒了 这个是不可相信的 以前我们曾经提过 有在非洲出生的海沙 但他不是非洲人 但这是真的是了 马克西米鲁斯 圣内克斯 Maximinus 他是一个第一个 是不单只是外族啊 并且是野蛮人的后代 因此呢 这个就代表了整个罗马帝国急速的改变了 出生野蛮人的皇帝 他是化外人 在这里 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上次提过了 就是一个很恐怖的暗杀 一连串的暗杀 就是结束了我们上次所讲的 这个叫做赛维奴皇朝 就是在公元的三世纪的起头 就是公元200年最初 有好几位赛维奴的四十的 世袭的朝代 但是最后 亚历山大赛维奴就被这一位 Maximinus刺杀 而且是很残暴的刺杀 讲到这一位的 讲到一开始的时候 基本就说了 在全世界流行的各种形式的政府中 似乎没有比世袭的军组织 更容易招人讥笑的 父亲死后 整个国家好像一群牛一样 就遗传给一个一无所知的儿子 而当时唯有英勇的军人 很明智的政治家 全部要放弃他们的权利 来到这个皇子 这个 只成富国 只成富帝国的皇子 在摇篮之前 双色跪下 这个像不像中国历史 因此 整个罗马帝国的历史 是高度不稳定的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讲的基本 它当时候已经不再是 我们一般所讲的帝国历史了 基本的英国 经历过一个叫做光庸革命的时期 因此在这个光庸革命的时期 就马上出现了很不同的发展 而当时候你可以看见 整个光庸时期 通过了叫做权力发案 这个权力发案 是整个英国人很引以为傲的 在基本上 就是光庸革命之后 就产生了所谓 这个叫做君主立宪制 君主立宪制 就将大部分的权力 归给英国的议会 西敏制 是统治英国 而不是白金汉宫 这个对英国人来讲 是他们认为 是他们一个莫大的成就 而这一个英国人民 在整个革命当中 他们得到了什么呢 这里就讲到 你看他们得到了权力 就是和平的时期 没有经过以会同意 国王不得维持军队 和平时期不能够有军队 你看 因为当然打仗的时候 古代 他们是征兵制 而大家注意 我们在讲的 英国历史是很有名的 但是我们还可以辩论 到底这个叫做光庸革命 就是在1688年的光庸革命 到底它是名正言顺 还是怎么样 我们可以再讨论 但是相比来讲 英国人经常说 我们因为有了光庸革命 我们就没有法国大革命了 1688年就勾销了1789年的 法国革命的危机了 没有经过以会同意 国王不得征税 人民有向国王请愿的权利 人民有佩戴武器 用以自卫的权利 人民有佩戴武器 这个好厉害 你看这个是多么厉害的 所以英国的光庸革命 他们是很自以为傲的 还有还有说了 下面你看这些都是当受基本 所以当受基本的英国 已经不再是一个所谓 古代的帝国了 那这个对他们来讲 他们是很骄傲的 因此基本就你可以说 他在这里好像 他是要在 将自己英国的优点 来吹嘘一下 因此这个就是很有名的光庸革命 那我们今天来讲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整个基本写这本书 明显的 是带有很浓厚的 政治哲学的味道了 他要指出 整个英国的发展 产生的这个叫做 光庸革命的传统 这个是 人类历史上面的一个突破 而英国人是引以自豪的 那这个Glorious Revolution 叫做Blockless Revolution Glorious Revolution Glorious Revolution 那到底呢 我在讲 到底当中 是不是一个名正言顺的 真的是光庸的革命呢 我们以后可以再讲 但这个就是 基本 他的根据了 于是他就在 第七章 他说到 这个传统的君主制 世袭的君主制 是天大的笑话 在世界流行的各种形式的政府中 没有比世袭的君主制 更令人耻笑了 于是他就讲到 他说很多时候 不管在西方或者在亚洲 很多专制的君王 需要撒开一条旋路 才能够爬上他父亲的皇座 往往不得不发动内战 跟着罗马帝国也是一样 他说罗马的古老家属 一个接一个 在几世的凯撒的暴政相 相继没落 而当那些皇子 被共和政体的行事 所出博的时候 他都因为后代的 接年失败感到绝望 他们最后都抱着希望 很多罗马人都抱着希望 希望有一天 真的会有一位 真正的君王会出现 所以亚历山大塞维卢被杀之后 马克西明登位 于是 这一位野蛮人 是一种没有文明的 在罗马帝国以外 所出生的马克西明 他是出生在帝国境内 但是父亲是哥德人 母亲是亚南民族 于是他就成为了 整个第三世纪 这个高度危机的根源 他在马克西明 他杀死了 当亚历山大塞维卢被刺杀之后 他就登记了 虽然有故事讲到 他军人 众多的军人 要紫袍加圣 要他做凯撒 但是他却有顾虑 但最后他仍然是登上了宝座 以前的暴君 好像卡里古赖 哈拉卡拉 康默德 还记得康默德吗 都是放荡无知的青年 生于宫廷里面 但马克西明的长暴 是另外一个根源 就是他害怕被鄙视 因此很像谁 很像明朝 朱元璋 很像 他就是一个充满了妒忌 不安全感 于是我们可以加马克西明 跟元朝来做对比 这个是 讲这个 基本的历史 有时候我们可以扯一扯 扯到中国历史来讲一讲 于是你就看见 这个就是整个灾祸的起源了 跟着 在下面 当时候就开始有一个 元老院所发动的 一个政变了 一个颠覆了 就是他们在非洲 找到了谁呢 他们在非洲 找到了两位罗马的贵族 他们尝试要颠覆 马克西明 就是 就是戈尔迪安一世 和戈尔迪安二世 是一个哲学王 真的是 他们是完全是 戈尔迪安家属 是罗马 一直以来在罗马来讲 都是最名声显下的 一个家属 于是他们找到老戈尔迪安 和年轻的戈尔迪安 谁知道他们两位上位 没有多久 而且是在 他们定他们在非洲的加大国 就是奥古斯丁的加大国 也是威吉尔的加大国 哈菲 但结果呢 仅然他们面对战争 结果加大国被包围 于是老戈尔迪安就自杀而死 跟着下来 元老院就继续派选军队 当时候的 当时候来讲 整个罗马帝国是相当不稳定 而这个马克西民呢 已经接近一个疯癫的状态 当时候记载他呢 他其实一直以来 马克西民呢 都不肯住在罗马 他带着军队 在整个罗马帝国 视为的去南征北凡 于是最后呢 他就来到一个城 就产生了很大的战争 这个是个孤零零的小城呢 于是就成为一个很传奇的故事了 就是这个城叫做阿奎利 阿奎利小城的人呢 抵挡马克西民的帝国的军队 而元老院呢 就一直支持亚克西民 哇这个不可以相信 结果呢 就在最危险的时候 竟然最后阿奎利的人民胜了 于是呢 禁卫中的一部分的人呢 他们担心到自己妻子儿女的安全了 就动手执行了元老院的判决 于是呢 他们就将马克西民和他的儿子刺杀 并且将他们头颅挂在高高的矛头上面 就阿奎利亚的公民相信呢 他们就结束了这场围城了 于是呢 这个暴君的之死啊 在罗马世界普遍引起了欢乐的情绪啊 四天之内就从阿奎利亚传到罗马 于是呢 就结果呢 就是继位的 就是马克西穆斯 马克西穆斯 他就 海旋的回到 罗马 于是呢 这个 马克西穆斯 就跟 各地里亚 另外有个翻译了 叫做 土皮恩鲁斯 因为 你叫他做 你如果叫 这个 普平尼斯 就是 戈迪亚之后的那位凯萨 如果你叫他做 马克西穆斯呢 就可能跟 马克西米的名字会搞乱 于是呢 就当时出现 所谓四皇 共治的罗马帝国了 就有戈迪亚二世 和这个 普平恩鲁斯 跟着后来呢 普平恩鲁斯和另外一位的皇帝 也共治 之下 还有哥迪安的第三世 最后呢 就出现一个亚赖坡人的凯撒 叫亚赖坡人菲利普 但这些都是很短暂的 罗马皇帝 于是呢 亚赖坡人菲利普 也是这一张很精彩的 他是 菲利普是亚赖坡人 你就看见 当时候的罗马呢 就很像现在的意大利了 就是个多种数的国家 有相当大的 相当大比例的 一个 非洲的人口 今天在欧洲来讲呢 也有一个相当高的 一个 非洲人口的比例 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当中 于是呢 这个真的叫做 罗马帝国的瓦解了 四个凯撒 这个 两个凯撒共治的时代 但是 这些凯撒都是名不正 名不正 言不顺的 甚至没有意大利血统 最后的结论就说 当帝国政府在很长时间中 一直为边界战争所困扰的时候 越来越多 出现的就是野蛮人 要进攻罗马 于是在东方 就出现了强大的波斯 在罗马呢 就出现了北部强大的 欧尔曼人 这个也叫做戈特人 最后呢 就我们就在第七章结束 我们就看见下面 就是罗马帝国进一步的 崩塌 完结 分崩离析 罗马帝国 名存实亡 好 我们在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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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